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这个就可以描述它 那么它的boundary condition是什么 boundary condition呢 我们就这样写 它在a的地方呢 x在a的地方 在0的地方 先说在0的地方 它永远等于t0 再来一个呢 它在a的地方 就是它的右边端点 在下面的端点 在上面的那条线 这是0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来呢 就是时间等于0的时候 它有个分布 温度一开始有个分布 就是这样 那在这个解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温度的边界条件并不全部都等于0 那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OK 简单的办法就硬算嘛 硬把它算下来看看怎么样 或者是看看能不能做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在 x等于0或y等于0的地方越简单越好 那假设是这样 我能不能干脆 我把题目稍稍微啊 坐标把它转换一下 比如说 我把它弄成这样 也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一样A到B 只不过呢 现在呢 我让右边这个呢 t等于t0 其他三边通通通等于0 这样子会不会 比较简化一点点 OK 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应该这个是0的地方 x等于0的地方等于t0 那我们这样就可以在x等于a的地方等于t0 看看这样会不会比较简化一点 那这样也就是说 我们的boundary condition就变成什么 x在哪边 在等于a的地方 它等于t0 事实上上面下面都完全一样嘛 一个只是从左边传过去 一个只是从右边传过来 如此而已 OK 然后其他呢 x等于0 y等于0 y等于b 通通等于0 那initial condition 还是一样啊 现在只是左右要有一点点颠倒嘛 对不对 左右要有一点点颠倒 我把左右有点颠倒了 我把它改写成g的xy好了 反正到时候你要是把它变动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我们来试试看 好不好 那我们把这个叫做第一 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展开来 对不对 那这是我们第一点 那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叫做boundary condition1 这叫boundary condition2 这叫initial condition1 然后呢 我们紧接着呢 就开始用变数分离法了 我们让u xy t呢 可以写成大x 大y 大t 假设这个是我们认知的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第二个式子 带到第一个式子 再除以第二个式子 反正每次都是同样的步骤嘛 那我们就可以将第一个式子 该写成 对不对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这一看呢 我们的x呢 全部集中在这边 y全部集中在这边 那这边就是t 就让这个边呢 这个定义成为α 这定义成为β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们这整个式子啊 就可以把它变成为 三个连力方程式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为 然后再来呢 非常快速的就可以做到这边 那我们把上面这个叫做第四 第五 第六个式子 那我们一看呢 既然我变数分离 apply在第一个式子 可以这样子 我可以把变数分离apply在boundary condition上面 好 我们把它做一下 那我们要是这样子 把第二个式子 也把它 用在boundary condition上面 我们会得到什么 第二个式子 把它放到boundary condition 1 放到boundary condition 1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u 你发觉没办法简化 因为这个不是等于0 你没办法直接把它简化下来 你不能写成大x a的时候等于T0 no 你办不到这件事情 因为你不晓得后面这两个是什么 所以呢 b1能不能简化 不能简化 我们只能够维持 b2呢 能不能简化 bc2 第一个告诉我们 u在的嘛 x等于0的地方 它要等于0 所以这个是不是可以写成大x0 乘上大yy 大tt 那这个一看呢 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等于0是anytime都要试用的 但是y呢 它不会anytime都等于0 t呢 也不会anytime都等于0 纵使有 只是某些特殊的时刻 它会而已 但是这个等号呢 在任何一个时刻 通通都要试用 所以唯一的办法 我们当然必须要先写 因为y y and tt are not always zero 所以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大x在0的地方 要等于0 所以我们就可以一样画葫芦 把它做下来 那这样子呢 我们的bondery condition呢 我就可以稍微的在这边改写一下 第一个 就可以变成为大x 在0的地方 第二个 大y 在0的地方 大y 在b的地方 通通都要等于0 这bondery condition 2.1 ok 你只要这样子把它变速分离 就可以简化成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边来 那么这样子呢 紧接着呢 我们就来解它啦 我们发觉啊 b呢 比较简单 因为b在两个端点上面呢 边界条件通通等于0 那我们就先处理b y 好不好 先处理y 第五个式子呢 马上就告诉我们 y呢 可以 它有三种可能的解答 第一个 可以写成 exponential根号 βy 再加上b exponential根号 负的βy 或者是cy 再加上d 或者是e的cos 根号负βy 再加上f sin的 根号负βy 这有什么差别呢 上面是β大于0 这β等于0 这β小于0 对不对 记不记得 我们这个时候是我们最常做的 然后我们就把bundary condition 一个一个带进来看看 它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把bundary condition2.1 OK 那我们比如说好了 for beta大于0 这个case来讲 OK 因为bundary condition2.1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y呢 在0的地方 要等于0 y在小y等于0的地方 要等于0 小y一带进来 就等于a加b 所以告诉我们b呢 会等于负a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就告诉我们 y呢 可以重写 在β大于0 这个case 可以写成a 提出来 里面就变成 exponential b的地方 也要等于0 也要等于0 那等于b的地方 就把上面这个式子带下来 a exponential 根号beta b 减掉exponential 负的根号beta b 记住 beta是什么 在我们这个计算里面呢 它是要大于0的 那b呢 b是宽度啊 它也要大于0啊 两个大于0 exponential 大于0的一个数值 减掉exponential负的一个大于0的数值 这两个永远不会等于0 所以唯一的办法是谁等于0 a等于0 假设把a等于0 有上面的数值 那就等于y y要等于0啊 y等于0 那哪里有什么答案 就没有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不合 所以算到这边呢 都还跟我们先前完全一样 我们继续下来 那假设这样来看 beta等于0会怎么样 beta等于0的 那时候 y在0的地方 要等于0 这是boundary condition告诉我们 y带于0就没有这个 就是剩下d 所以d要等于0 所以这样就告诉我们说 y啊 可以改写成为什么 cy 然后呢 又因为boundary condition告诉我们 y在b的地方呢 也要等于0 所以你是把b带进来 c乘上b要等于0 b是大于0 这个宽度 只要等于0 就代表大y y呢 要等于0 又是不合了 对不对 所以呢 beta呢 也不可能等于0 所以唯一的办法呢 beta怎么样 一定要小于0 我们看看beta小于0 成不成立 OK 因为呢 y在0的地方 大y在0 要等于0 01带进来 cos0就等于1 就相当于1 大1 sin带进来 30就等于0 后面这个就不见了 就相当于1要等于0 1要等于0 的时候呢 就没有前面这一项 只剩下后面这一项 所以呢 大y的y呢 我们可以改写成为f 乘上sin的 根号负betay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 又因为大y呢 在b的地方呢 也要等于0 所以b带进去 所以f的sin 根号负betab 当然我们不能让f等于0 f等于0呢 y又不见了 又等于0 没有意义 所以唯一的办法 是让后面啊 负betab的地方 要等于nπ n会等于0 1 2 这样一路上去 对不对 我们就很重要的一个式子出来 这个式子 我们把它编号编成第 7个式子 OK 那要这样子一来 就是代表说 我们y就解得了 y的形式呢 就可以确认一件事情 它会等于f 乘上sin的根号负beta 根号负beta 是不是nπ除以b nπ除以b的y ok 那么这个时候n呢 会等于0 1 2 这样一路上去 这个是我们第八个式子 一看有这么多种n 那就代表我们可能有这么多种n 对不对 而且beta一定要小一点 这是一定的 好 那算到这边之后呢 我们现在紧接着就来看看 x的解有什么 x解是牵涉到α 那也有三种可能性啊 是不是 感觉上一定要有三种可能性嘛 那我们看看 那我们紧接着应该要怎么做 我看看有没有简单一点方法可以来讲 好 那我们把x也把它写下来 第四个式子呢 所以我把重要的解答 框起来 对不对 y的形式求出来啊 那现在开始求x 由第四个式子告诉我们 x呢 也可以有三种样式 ABCDEF GExponential 根号αx 再加上H Exponential 负的根号αx 或者是Ix 再加上J 或者是K Sine Kcos 好了 根号负αx 再加上L Sine 根号负αx 上面是指α大于0 中间是指α等于0 下面是指α小于0 到底谁比较正确 谁比较正确 好 那我们现在呢 一样 Apply 我们的Boundary Condition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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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OK 一个一个进来 然后我们来看看 但问题是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么Boundary Condition 可以Apply在大X只有一个 当X等于0的时候 对不对 不然就没了 那也没办法 那只好Ply了 那大X在0的地方 它要等于0 好 我们把它带进来看看 0一带进去 是不是只剩下G加上H 下面这个0带进来 只有J 下面这个0带进来 只有K 对不对 只有这三种可能性而已 所以这样一来呢 就代表我们大X 要重新写一下 我们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个呢 我们把H叫做负G G就提出来 Explanetial 根号 αX 剪掉Explanetial 负的根号 αX 第二个呢 Z等于0 所以它等于IX 再来一个 K等于0 所以它等于L Sine的根号 负αX 上面是α大于0 中间是α等于0 下面是α小于0 顺到这边呢 这个是第九个式子 很重要的 但是问题是 它没告诉我们 哪一个式子是合理的 哪一个式子不合理 我们只能够解到这个地方 OK 先把这个保留着 那我们把这个框框框起来 好 那T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由第六个式子告诉我们 D大T D小T 加上D α加上β 大T要等于0 所以我们可以呢 稍微整理一下 稍微整理一下 大T over小T 等于负的 大D α加上β T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积分 这边的long 大T 等于负D的 α加上β 乘上T 再加上一个constant 对不对 积分因子 那干脆两边取 exponential 因为等于大T的T呢 可以写成什么 某一个常数 OK 某一个常数 乘上exponential 负D α加上β T 我们的形式呢 就是这个样 这个是D 十个式子 好 这个要干嘛 算到这边要干嘛 我们这么一看呢 这个T呢 会随着时间改变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图 来看看 它会怎么样改变 假设一开始 有个温度分布 然后呢 一放掉之后 这温度就开始怎么样 跑来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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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时间 等于无穷远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稳定了 时间等于很大很大的时候 里面的温度的分布 是不是应该跟时间 没有关系 对不对 这一定的嘛 因为当时 T去巨无穷大的时候 U啊 一定可以写成 U的X跟Y 也就T的这一项呢 要消失了 要变成E 或变成一个常数管它的 它就是要跟 跟时间没有关系 那假如说 因为第一次什么 第一次扩散系数 它是正的 时间呢 一直 一直增加 所以唯一的办法 让这个随着时间增加 这个数字要变成E 那就代表这个数字的本身呢 α加上β 也一定要是正的 是不是 假设它是负的 就不得了了 负负 α加β等于负的 负的成负的就变正了 时间增加这项越来越大 那还得了 那就全部跑光光了 全部发散了 所以唯一的办法是 α加β一定要正 所以当时间增加的时候呢 这整个项增加 前面加上个负了 就变得很负 Exponential非常负的 最后就变得零嘛 对不对 所以α加β一定要大于零 那我们来看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可不可以让它等于零 可以啊 我也可以让它等于零 重点是 我们从前面算到现在 我们只知道β β在这个计算过程当中 β一定要小于零 是不是 β一定要小零 要不然你这边整理一下 β一定会等于什么 nπ over b的平方 加个负号 所以它一定要小于零 n呢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怎么不放正负一 正负二的意思 哪边要减的 减低α加β 我有弄错吗 这边呢 这边是α加β 乘过来嘛 乘过来不就第一层上α加β 这个叫做减的 我看看 好减的 所以我们整个符号都要改变 是不是 好 我看一下 没有乘过去正的 我拉回来就变负的 对对对 拉回来变负了 所以移过去变正的 移过去变正的 对 在哪边 在这边 移过去变正的 所以它一定要小于零 是不是 ok 一定要这样子嘛 对不对 哪边又算错了 来 啊 怎么样 假设它等于零的话 任何时刻 对耶 它讲的也对 假设阿爸加β已经等于零了 跟时间就没有关系 那这项永远等于一了 对不对 也就代表说 从开始 到很远 这当中没有变化过程 那也不太对 那我们把这个弄掉 是不是 ok 所以呢 紧接着 因为我们知道β已经是怎么样 小于零了 β小于零了 所以α本身怎么样 β是可以小于等于零 β可以等于零 所以α本身一定要怎么样 只要小于绝对值的β就好了 是不是 小于绝对值的β就好 哇 这样一来看 哇 惨啊惨啊 这下子好复杂 假设β等于零 那α一定要小于零 那答案就只有这种形式 因为β呢 是跟n有关系 β有好多种β 记不记得β有什么形式 我们把那个式子拿出来 βn呢 会等于负的 n π over b的平方 所以这个很复杂 所以状况随时都在改变 哇 那这样算起来 确实是很困难 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继续算下去 当然可以 但是 β为什么不会等于零 蛤 β β不可能等于零 没错 所以要这样子 对不对 好 很好 我们越弄越好了 对不对 所以β一定要等于零 一定要小于零 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β的素质一直在改变 对不对 所以你的α有各种α 各种的α 所以这下是很麻烦的 这样子算起来可能鸡飞狗跳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回到这边 我们再看看我们怎么变 能不能再把它用另外一招 把它变过来 OK 很多人呢 在算这个题目的时候 尤其呢 在大学的时候 你可能很难忍受啊 你算个老半天之后 后来发觉 紧接着你不晓得应该怎么办 OK 或者算到一半发觉 你又算错了 又要再重来 OK 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 你一定要适应这种状况 未来你在解东西的时候 假设这么好解 人家就不用你来做了 就因为很多事情是 不晓得应当怎么解 所以我们要开始下去试探 所以一开始呢 其实我们跟老鼠没什么两样 老鼠他要到一个地方 需要经过迷宫 他就要怎么样 试试看试试看 对不对 试啊试啊试啊的 他很快会有经验出来 但是试的意思就是代表 你可能东走西走 常常都会卡住 这很正常 好 所以呢 这样子不行啊 所以我们呢 题目呢 我们才会说 那假设这样子转换起来 结果不太好 那我们可不可以做另外一种转换 我们有没有办法做一件事情 我们的位置数呢 是U XYT 对不对 我能不能把它拆解成 它可能有两种形式 再加上另外一个 只跟XY有关系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在一维的时候啊 一维的时候很好做 一维的时候我 假设说只有一条线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 假设只有一条线 这条线呢 从这边延伸到这边 假设我让这边等于T0 这边等于0 那这个时候一开始呢 我们就说啊 它的这个很简单嘛 它只有一个equation 对不对 它问题是 它邦斗率肯定性 不会两边等于0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说 它U呢 在X等于0的地方 等于T0 再等于A的地方 等于0 对不对 我稍微复习一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在假想 我们这个U啊 XT呢 能不能写成啊 写成某一个WXT 再加上个N的X N的X就是说 我干脆把整个坐标走啊 因为这边是高 这边是低温嘛 我直接就挖 Tier过来 对不对 那这样不是很方便吗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Tier过来 你看你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带进去发生什么事情 带进去我们是不是得到 Partial平方的W PartialX平方 再加上Partial平方的N PartialX平方 要等于1 over D的什么 Partial 谁跟时间有关系 只有前面这一项 我们希望呢 这一项呢 是0 那剩下只有W 那W呢 刚好两边 我希望W呢 在等于0的地方 W在等于A的地方 统统等于0 哇 这个是我最大的希望 假设你要这样子做 那NX应该是等于什么 NX在0的地方 跟N在A的地方 怎么样 它要有什么样的结果 因为这个在0的地方 等于T0嘛 它在0的地方等于T0 但是它在0的地方等于0 那它在0的地方 只能等于什么 T0嘛 那它在A的地方等于0 它在A的地方 我也让它等于0 那后面这个也一定要等于0 假设我告诉你 一个式子是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很容易假想 中间就是一条直线 直线方程式就跑出来了 Right 那这样一丢进去 刚好NX呢 按照这个样子 NX可以写成很简单的 等于斜率 斜率是T0除以A 是负的嘛 一路往下降 负的 所以后面要什么 X减掉什么 减A 是不是 X等于0的地方 负A 负负得正 A就消掉 那是不是等于T0 X等于A的地方 A减1等于0 本来就等于0嘛 那这样一来就变得很简单啊 我只需要把这个式子直接分解成 变成为这样子 再加上这两个 非常容易解的 就解决掉了 对不对 那后面这个呢 就把它摆在这边嘛 最后面你已经知道它的形式了 这个解出来再加上它 就是答案了嘛 这是一维的 那二维我们可不可以一样画葫芦 我也假设它只有NX 好像我题目本来是上面写的 你可以试试看 加上去的结果 你发觉X方向可以稳定 Y方向不对了 Y方向的条件不对了 你拼不出这个条件出来 在哪里 我这上面写错了 你发觉你这个帮对的肯定全弄不出来 那很明显的 只假设一个有问题 我们假设两个 那它会变成什么形式 哦不知道啊 不过没关系嘛 我们刚刚想的不是希望能够把它凑出一组 是这种很容易解的 然后另外一组是什么嘛 然后再来猜嘛 对不对 我们看看能不能这样做啊 是不是 同样的方法来想嘛 好 所以假设我可以这样子做 那我的目的是要干嘛 我是希望第二个式子带到第一个式子里面 去整理 把第二个式子带到第一个式子里面 那么它的x两次方微分 嘛 我就先直接这样写 这个是空间的两次方微分 是不是可以写成空间的两次方微分 对谁 对 w 再加上空间的两次方微分 对谁 对nxy 是不是要等于1 over d 时间的一次方微分 谁有时间 w有时间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我们刚刚也是一样啊 你这边两项 我这边也是两项 我们刚刚是希望了嘛 中间这一项 可以等于0 让前后这个的边界条件变得简单 我们是不是希望 这一项 可以让它等于0 那前后的边界条件可以变得比较简单 我们看看可不可以这样做 假设是这样子设定的 我是不是跑出两条式子出来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是这个要等于0 对不对 所以我把这边这个 我需要多一点空间 好不好 这个就没有 是不是 好 假设这样子 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希望 我的w呢 边界条件是很单纯的 写太长了 这边重新写 我希望是这个样子 而且呢 我希望呢 时间等于0的时候呢 它还是遵守 我们起初的 Initial Condition 假设这个可以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解嘛 我们已经以前都解过了 对不对 批地啪 答案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边界条件还要凑啊 我们只凑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三个都有了 1 2 3 OK 你看看哦 因为现在w在这边嘛 u等于a的时候 u等于a的时候 就像来 等于a等于a 它等于a w等于a的时候呢 是0 n呢 n我们要希望它是什么 也是0啊 所以我们发觉n怎么样 比较特别的是讲 n 只有在x等于0的地方 不一样 其他 等于a的地方 y等于0的地方 y等于b的地方 我统统希望它等于0 它边界条件变成这样子的 你觉得我这样凑了回来吗 我们再看一次 第一个 u在x等于0的地方 等于t0 u在x等于0的地方 一定要等于t0 等于w在x等于0的地方 w在x等于0的地方是0 所以这个等于0 所以t0一定要是它 所以x等于0的时候 它一定要t0 没错吧 其他呢 通通等于0 也就w呢 带进去x等于0 a的地方 或x y等于0的地方 y等于b的地方 通通都等于0 所以它通通等于0 那后面这个也一定要等于0 因为前面等于0 是不是我们都已经重复到它所有的边界条件 然后equation会不会相等 当然会相等啊 因为我现在只要求这个的 对时间 对空间的两次方微分也要等于0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拼凑出一个前面的 有遵守这个 所以现在就变得很简单啊 我们要解决这个equation 因为边界条件不好 所以我们整理完之后 变成要去解两个偏文方程 我们要解哪两个 这一个 以及这一个 这两个解 解出来之后 带到第二次 答案就跑出来了 是不是 这个步骤 有问题的人请举手 听不太懂的请举手 需要我再重复讲一次的人请举手 OK 好像大家都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那大家非常聪明啊 那三下只是把它解出来而已啊 这个好不好解 这个很好解嘛 大家很熟练的嘛 对不对 变数分离 啪啦啪啦啪啦就解完了 对不对 这个好不好解 这个比这个更好解 这也是变数分离啊 两三下就把它解完了 你会得到两串的subvention 一个是NXY的 一个是WXYT的 到时候把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你的答案的嘛 这个很好解 大家都很清楚 对不对 因为解的太多次了 NX的 这个解解看好不好 好 我们解解看这个 看看会怎么样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记不记得 这个答案会等于什么 记不记得 两个都要SIGN嘛 是不是 那时间要等于Exponential负的嘛 是不是 那很容易就可以凑出来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解一下这一题 这一题就很简单啊 它只是Laplace而已啊 所以我们直接就把它展开来 N呢 等于这样子 所以呢 这是我们第一个式子 现在要 尖尖的第一个式子 所以呢 我们一样用变数分离 可以等于大X 大Y 我们就把第二个式子 带入第一个式子 我们很快呢 就可以得到 就可以形成这样子 这一看 我们就马上就发觉一件事情 发觉什么事情 这边都 X都集中在这边 Y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干脆啊 又回过头来一看 这个边界条件 Y上比较简单 对不对 Y的上面比较简单 我就让 这个 等于 β好了 这样就好了 所以呢 我们呢 就可以写成 D平方大Y D小Y A平方 减掉 β大Y 等于0 X呢 D平方大X D小X的平方 它会等于什么 加上 β大X 等于0 是不是 我们就变成这两个式子了 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式子 这个是第四个式子 第三个式子 很容易啊 第三个式子 马上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大Y 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个是A A exponential A exponential 根号 Beta Y 再加上B exponential 负 根号 Beta Y 或者是CY 再加上D 或者是E cos 根号 负 Beta Y 再加上F sin 根号 负 Beta Y 第一个是当 Beta 大于0 第二个是Beta 等于0 第三个是Beta 小于0 对不对 这个时候它才适用 好 那我们开始 用Bundle Condition 来讨论啊 那Bundle Condition 我们还没有把它拆开来 所以我们现在呢 再把第二个式子的 运用到Bundle Condition 上面来 你一运用了 马上就可以从这边呢 就可以看到 第一个式子 你不能动它 因为它是维持这样子的 这边可以告诉我们 大X在A的时候 要等于 大Y在0的时候 要等于 大Y在B的地方 要等于 你把这个变速分离 带进去 它才会得到这样 那我们就开始来看看啊 同样的 来讨论 两个地方 边界 你发觉上面跟下面啊 第一个式子 第二个式 完全不合理 对不对 只有第三个式子合理 我们已经做过 N次的操作了 还需要做一次吗 要不要再做一次 还是不用了 我们把这个叫做 Bundle Condition 1 尖尖的 这个叫 Bundle Condition 2 Bundle Condition 2 告诉我们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Beta一定要小于0 不信你带进去 算算看就知道 不只是小于0 而且是什么 根号负Beta B要等于Npi 所以呢 因为Beta要小于0 所以Beta会等负的Npi over B的平方 N呢 只能从1 2 3 这样一路上去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的Y啊 可以写成什么 因为只有Sine存在嘛 对不对 F Sine Npi 除以B的Y 既然你有这么多个N 就代表我可能有这么多种形式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第五个式子 第六个式子 Y就算出来 Beta一定要小于0 Beta一定要小于0 那是代表X 第四个式子 就可以立刻写成为 D平方大X D小X平方 减掉 Npi over B的平方 大X等于0 所以移过去 前面这整个系数是移过去 它变成正的 它的形式只有上面这两个 X呢 只有一种简单的形式 ABCDEFG Exponential Npi over B的X 再加上H Exponential 负的Npi over B的X 它只有这种形式 这个是我们第七个式子 但因为呢 这个N有很多个N 所以前面有很多个N 对不对 你要么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的形式也可以 或者你不喜欢这样子 这太麻烦了 我们这个条件 我能不能把它两个相加吗 我可以把大X带进来 大X为0的时候 大X为0的时候 因为大X在0的时候 它要等于0 所以带进去 是不是等于GN再加上HN 要等于0 所以HN会等于负的GN 所以大X呢 再整理一下 会等于GN Exponential Npi over B的X 减掉Exponential 负Npi over B的X 或者是你就是不喜欢这样子 你喜欢把它写成为 Hypersign Npi over B的X 也可以 Either way 既然你有这么多个N 就代表我会有这么多个X 对不对 Yep 哦 那我弄错了 这是A 对不对 A那就比较麻烦一点了 没关系 那就造写嘛 好 那就造写 来 或者是你事先先把它颠倒 之后再来apply 会比较简 就可以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是等于A 所以会等于GN Exponential Npi over B的A 再加上HN Exponential 负的Npi over B的A 所以G跟H 会有关系 对不对 HN会等于什么样 GN 负的 Exponential Exponential 这个 除以这个 是不是 所以会变成什么 两倍 是不是 我又没有算错 一过去变成负的 然后这个再除过去 就变成简单的 对 没错嘛 应该没有错 所以 X呢 可以等于GN Exponential Right 所以我们把 第六个式子 第八个式子 把它带到 第二个式子 你有什么 X0 X等于0 对啊 没有错啊 你X0 带进去 乘上Y 乘上Y 这个要等于T0 T0是不等于0的一个数值 那你怎么知道X等于0会多啊 因为这个随时再变啊 这随着Y在改变的时候 它会变啊 它又不是常数 对不对 所以你就没办法简化成这个样子啊 你不是要这样子 那你的问题是 哪边是定值 没有很明显 X0不会是定值啊 我们只知道 等号的右边是定值 所以这两边呢 管理怎么变 最后乘起来等于T0就对了 OK 只有在0的时候是很特别 假设这个等于0 我管理怎么变 只要前面乘上0 任何变化的数值乘上0就是0 那这个时候我才可以很简化的 把它写下 那这个时候我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只能够维持这个形式 Y随时在变啊 所以这整个东西都在变 但你X带进去之后 它会不会还是有某种形式出现的 跟X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不会是定值啊 因为这个是变数啊 小Y是变数啊 对不对 现在我只知道这两个乘起来 它会等于T0而已 所以说假设你用这样子 apply在这个地方 势必怪怪的 所以我喜欢 我根本就不apply在那边 我就直接就放在这边 我只知道原本的整体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我 我一直都没有把它拆开来 我一直都维持这个样子 要不然的话怎么想就是觉得不太 不太对劲 所以这个时候 假设我们不去想这个问题 让它维持在N的形式 OK现在我们X呢 有这么多个X 对不对 Y有这么多个Y 那我们晓得XN 乘上YN 会等于我妹妹是什么 大N嘛 那我们知道你有这么多个 我是不是要乘上某一个常数 之后把你sum起来 这个才是原本的 所以这边呢 我就这样子做 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RN只是某一个常数 位置数的常数 XN呢 是不是等于GN 乘上一大票的东西 Y呢 是FN 乘上Sine Hypersine 是吧 没有 就只是Sine NPi overB的Y 常数 乘常数 乘常数 叫做一个常数 不晓得是什么呢 叫做RN 那你是不是等于这个刮虎 乘上Sine NPi Y除以B的Y 等号左边是什么 N的XY 这个才是我最后解的形式 N的形式 这个叫做第九个四十 这个时候我才可以apply 我的boundary condition 1 这个 这个时候我才能apply 因为它是对整体而言 所以呢 boundary condition 1 尖尖的这个 告诉我们一件事 N呢 在X等于0的时候 太阳等于T0 那X等于0 就把它带进去了 就是这一串啊 Exponential NPi overB的0 它就不见了 哇 那这怎么办 不会 这是E嘛 所以变成负的这个东西 负的负的负的 来 写一下 负的Exponential 2NPi overB的A 再乘上 Sine的NPi overB的Y 什么 哪边要带0 我不是X带0吗 哦 对对对 1 对对对 谢谢 反正它就是一个常数就对了 然后现在剩下只要把它解出来 就大功告成 是不是 反正这边是1 是常数 剪掉一个2NPi 除以B 再乘上A 这也是一个常数 唯一的差别是 N随时在改变而已 对不对 真正的变数 Y在这边 这就是第十个式子 那我们正教特性 又可以用上来了 各位记不记得 Sine NPi overB的Y 乘上Sine的 M Pi overB的Y DY 从0到B 会等于什么 2分之B的Delta NN 记得吗 那我们就两边一起乘嘛 第十个式子 我乘上Sine的 M Pi overB的Y 然后对它做积分 我就做这件事情 等号在这边 照抄 左边呢 会个T0 T0是常数 我可以提出来 是不是变成Sine的 M Pi overB的Y DY 0到B 右边呢 是不是SummissionN RN 然后这一串 在乘上 Sine的 M Pi overB的Y Sine的 M Pi overB的Y DY 是不是可以 写成这样子 对不对 等号两边 先乘上 Sine的 M Pi overB的Y Sine的 M Pi overB的Y 然后一起积分 常数通通提出去 就变成这样 右边这个式子呢 立刻就告诉我们 它会等于什么样 二分之B的 Delta N M 也因为你Sum这么多 N没有用了 只有当N等于M的这一项 它才存在 其他通常不存在 是不是等于RM E 减掉 Exponential 2M Pi overB的A 乘上 二分之B 左边这个呢 T0 算一下 很快你就会变成 B RM 可以算出来了 RM是我们一直要求的对象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个位置数 那我们解不是这个形式吗 所以你要知道哪一个解 你要知道哪一个R 它有R0 R1 R2 R3 R4 R5 R6 R7 一直到R到无穷大 你要知道哪一个后面要乘了M 你就用哪一个 是不是做了M 无穷多次之后 所有的答案全部都算出来了 所以我只要把RM 最后改成RN 我的解就出来了 会等于左边除以右边这一串 对不对 所以这个会等于B分之2 乘上T0 B除以Mπ E减掉 负1的M次方 再除以这一串 除以 E减掉 Exponential 2 N Pi 除以B 乘上A 抱歉 现在已经通通改成N了 那RN是不是算出来了 带来这边 是不是N算出来了 我们N算出来了 它是什么形式 W呢 就把这边算完就是了嘛 最后这两个三面群 统统把它加起来 就变成你的答案 OK 这一题呢 请大家回家做 OK 为了要记忆鲜明 礼拜三交上来 礼拜三交上来 后天交上来 今天礼拜一 对啊 你有两天的时间 你看多幸福 你看 回家立刻做 你就不会忘掉 你一定要跟他一样 因为义务一定是这个嘛 我就是要求 因为这个跟时间没有关系 后面说跟时间没有关系 唯一跟时间有关系 就是他而已 你说你的时候 会不会再加上他 是不是 没错 你讲了一点都没错 谢谢谢谢 很棒哦